你要好的产品 你要好的服务 就是因为没有钱单一个引流产品 你错失了多少客户想了解你的机会 你错失了多少商业合作的机会 我然而认识一个做那个钢琴的 他说王老师 我听了你的课觉得很好 我们钢琴培训班就一个产品 在这培训孩子怎么弹钢琴 然后呢多少钱呢 他说入门分也不高 一万九千吧 但是报名的人没有 我说非常简单 是你不懂设计啊 他说王老师应该怎么设计 我说首先在主流产品之前 先设计个引流产品 他说怎么设计 我说你反过来问家长 家长为什么不给孩子报钢琴班呢 两个原因 隐性的内在的生意 第一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喜不喜欢弹钢琴 第二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学不学的会弹钢琴 那怎样才能解决家长两个困惑 报一个九十九块钱的卡 给孩子练七天 你看过去一个月三个人报名 现在一下子七十几个人报名 九十九块 我的孩子也报名 他把一报名一进去 七天之后 邀约这些父母 看着自己的小孩 穿个小西装 打个小领结 一门正经的坐在钢琴旁边 当当当 当当当 一万九十块出去 为什么 我小孩学的会啊 而且我小孩弹得很好啊 我觉得这个他的曲率感非常强啊 我觉得我在外面随便少吃一顿饭 少喝两瓶茅台 这不就回来了吗 为什么不给孩子多一门记忆的机会啊 不给孩子大年一世的机会啊 做父母的 中国人本来就很尊重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没想就把他教了 过去为什么不教 非常简单 我的孩子学的会吗 我的孩子喜欢吗 好了 一万九千万是不是主流产品 不是 所以今天我还给他设计一个烤级板 钢琴是不是有烤级啊 十级 你看 那第二个收入不就出来了吗 第三个 所有小孩都喜欢摊钢琴 后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收入是什么 对啊 钢琴的大理 你就大理四款钢琴嘛 你的招生班一起来 有人买的 大理商多一个就多一个渠道买 那我再问一下同学们 所以你看 我就从他又买了几万块钱的钢琴 你有好的产品 你有好的服务 就是因为没有前单一个引流产品 你错失了多少客户想了解你的机会 你错失了多少商业合作的机会啊